在海拔2千多公圈的阿里山賓館 去年10月拿出阿里山文化主委政客家族的家圍 和1913阿里山救世所 专行本日是提供文書教育的賓館 在這段文化沒有溫馴 今天開始對外開放參觀 本日是全國合法上館的地方文化館 阿里山的救世館 然後來成為就是嘉義縣的第14個地方文化館 那也是全國海拔最高的文化館 那透過地方文化還有林業還有鐵路 相關資源的這樣的一個紮根 我想會對於我們來推廣世界遺產 還有就是關於文化資產的這些文化保存 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同時也把當初如何去伐木 以及阿里山森林鐵路 以及在這個整個林業的資源上面 它相關的歷史做了更好的一個紀錄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文化意義 也能夠帶來更多的一個觀光資源 民眾可以在文化上面 尤其是在日本時代台灣總督 來到阿里山大的館寺 在這時候就是加鼻聽 接待鼓勵娃總統 華兵第三的特邦 也能夠快點阿里山林業鐵路 建則的交換 我們是從西元1913年 就是日治時期建制到現在已經歷經了105個年頭 那我們建政時代的一個變遷 那我們在這麼富有歷史文化的一個資產的建物裡面 我們有開放住宿 我們結合我們的餐點 那這邊專人導演解說 讓我們的遊客能體驗 我們這個富有歷史文化資源的一個建物 從現在開始文化館大家的最悟 阿寶都會安排一間杜蘭改遷的活動 10位對之前買票入住的民眾 可以上阿里山賓館的設置天啊 有興趣的民眾一定要來走一趟 台湘新聞 環海宇 蔡宏報道